今天卓伟为我们带来了年末最后一个重磅炸弹 李小璐夜宿PGOM一家 贾乃亮被带绿帽 随后整个就炸了 各种动图视频疯传 但其实 这一切莫小奇早就预料到 已经和贾乃亮谈过他会在感情遇到问题 现在 贾乃亮已经开始删微博 这条已经删掉了 赵五儿时刻关注他们动态 果然 贾乃亮已经删微博了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王思聪也掺和进来 东方卫视的跨年 还有贾乃亮和李小璐 现场彩排放出来的照片也略带尴尬 卓伟回归 这猛料真的是有点大 直接保住了娱乐圈第一狗仔的地位 面对这样的猛料 你认为是真的吗